大家好,在炖排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总感觉炖出来的排骨没有饭店的香,而且又腥又柴又不好吃 我们都知道,做排骨的时候要先焯水,但是很多朋友都用错了水,难怪又老又柴又不好吃 今天就把炖排骨的正确做法分享给大家,做出来的排骨鲜香软嫩特别的好吃 下面把详细的操作步骤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一喷清水,往里面加入半勺的食盐,把食盐搅匀化开 接着我们把排骨放到里面 让排骨在清水里面浸泡10分钟 用盐水浸泡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把排骨内部的脏东西和血水泡出来 趁着泡的时间,我们来切一点大葱 然后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片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看一下,水已经非常的浑浊了 里面都是排骨的脏东西和血水 我们用手再把排骨清洗一下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冲洗两遍 然后往锅里面加入清水 然后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 然后把刚切好的葱姜放进去 然后再加入一点料酒去腥 然后开中小火,给它慢慢加热 这里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 排骨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 排骨冷水下锅可以使排骨受热均匀 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地释放出来 用中小火慢慢加热的过程中 排骨的营养物质也不会流失 才能是做出来的排骨 达到肉质鲜香软嫩的目的 直接热水下锅的话 排骨的外部组织就会迅速地预热而凝结 就会导致排骨内部的血腥无法释放出来 并且外部都烫熟了 但是里面还没有受热 做出来的排骨呢 就会又腥又柴,特别难吃 所以记住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排骨水已经非常混浊了 说明里面的血腥已经慢慢的释放出来了 我们会发现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 漂的就是排骨内部的血腥释放出来 预热然后形成的 这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 只要把这些浮沫煮出来 这样排骨就没有腥味了 然后用勺子将这些浮沫撇出去 一定要把上面的浮沫完全撇出去 然后再煮上两分钟 然后我们把排骨给它捞出来 把排骨倒入一个大盆当中 然后往排骨里面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然后把排骨再清洗一遍 把表面的浮沫洗掉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 排骨焯水之后清洗 一定要用温水 处理好的排骨装入盆中 处理好的排骨我们不管是用来煲汤还是红烧 做出来都是特别的鲜嫩 不行也不柴 下面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一根胡萝卜 给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新鲜玉米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然后我们把排骨倒到砂锅里面 把排骨整理平整 然后放入玉米 接着把胡萝卜也放进去 然后把切好的葱姜也放进去 往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的量要没过食材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看 哇太香了 往里面放上几粒枸杞 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盖盖炖两分钟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的排骨汤就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汤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排骨也非常的鲜嫩多吃 吃起来不腥也不柴 排骨汤这样做非常的营养又美味 好了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